當選的話,如果中國要給你涉壓力的話 應該會很簡單吧,對吧? 因為鴻海在中國的投資也蠻大的 你是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Good question 我們謝謝白冰的提問 如果中共政權要說你不聽我的話 我把你鴻海財產沒收 我會說Yes, please, do it! 犧牲我個人的財產 他不要來打台灣 我願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 只要他不來打台灣 你是鴻海的創辦人 好像也是鴻海很重要的一個股東 對吧? 所以你如果當選的話 如果中國要給你涉壓力的話 應該會很簡單吧,對吧? 因為鴻海在中國的投資也蠻大的 你是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Good question 謝謝白冰的提問 如果中共政權要說你不聽我的話 我把你鴻海財產沒收 我會說Yes, please, do it! 如果我犧牲我個人的財產 他不要來打台灣 我願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 只要他不來打台灣 但是我不能聽從他的指派 所以表示我從來不受中國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的控制 對不對? 我只能說你來打我 莫說我的財產 我自己現在去教小學 教個幼稚班 我還可以養習我自己 所以我不會受威脅 我要回答你 鴻海本身 他本身有將近百萬個股東 不是其中一個股東 所以他如果要沒收鴻海的財產 我這裡要再三強調一個重點 我個人郭台銘 在中國大陸 沒有一分一毛的財產 包括土地跟房地產 全部是過去我在鴻海投資的時候 鴻海公司所擁有的 而且沒有跟中國大陸任何的公司 我們有做過合資合作 完全是獨資 就是海外的這個 Foreign Investor 就是Foreign Investor 我們是過海外的投資 完全是鴻海公司的資產 如果中共當局 要沒收鴻海的資產 它是沒收不是針對我一個人 因為沒有我一個人的資產 那是鴻海的資產 它是沒收全 將近100萬股東 中間還包括將近50% 也許是你們 跟華爾街跟紐約 紐約 華爾街 或者是倫敦 所有的金融機構 全世界的退休老百基金 那你財產被沒收 中共 用膽敢做這個事情 全世界 有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投資機構 哪一個公司 敢在中國投資 鴻海公司 所有的客戶 幾乎99% 都是歐美世界最重要的客戶 你們最清楚的 蘋果公司 Tesla Amazon 甚至現在NVIDIA 如果我們所有的客戶 我被沒收了 工廠停工了 我們的客戶 該怎麼辦 那就是他們要考慮的問題 所有全世界 我必須要講 很多貨都不能出貨了 那是一個立即性 中國政府 要對全世界的出口 對全世界大的 國際性的品牌 要說 它怎麼解釋 何況 它現在經濟是糟透了 鴻海公司上下游的供應商 超過幾十萬家 如果鴻海公司停工了 我想請問一下 全世界半導體 全世界半導體要交到哪裡去 我們台灣的重要半導體產業 貨要交到哪裡去 上下的供應鏈 整個全部 當 中國現在面臨經濟急需困境 而且 而且當它覺得 影響到全世界的供應鏈 尤其是自由世界經濟供應鏈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們 海外的媒體更知道 這個不是 紅瓦一家公司的問題 也不是台灣一個公司的問題 是台灣全世界所有 產業金融 大家共同必須面對的問題 香港人 一般都不喜歡 我們很快 我們都不喜歡 這次有些人 我們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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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喜歡